先前在網路上面發表文章指明要補貼車錢給陳大的學弟或是學長姐的誠信網友呢 因為指明要求對方必須要支持柯文哲所以被民眾檢舉違反選霸法 在今天下午他已經進入北檢應訊 誠信網友面對媒體的詢問始終不發抑鬱 隨即快步的步入台北地檢署 原本台北市行大預計要在明天一早二度傳喚陳女道案說明 不過中午的時候陳女已經自行前往市行大 經過三個小時的偵訊之後還是被依違反選霸法送往北檢覆訊